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LSTM运算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核心的这个部分 这边就input gate的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输入的部分 我们这边可以加上input gate or output gate or forgetting gate 所以简单化起来就是这样 这样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话 那这样这个兜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LSTM的一个neuron 它有四个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输出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是更细部的部分 我想我们就不用不够数这个部分 这一页就留给各位去看就好 直接往下看就好 所以你原来一个 b forward的一个network 你的输入会接到这些 neuron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把 neuron的部分把它换成LSTM就可以 直接把它换掉就 把它换掉就可以 那你就把你的输入 把它换到这些 LSTM的这几个输入的这个部分 把它换进去 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 好 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边把这几个get把它拼凑起来 input gate forgating gate 然后up gate 的这个部分 这边四个vector 这个图就是我们刚前面看到的那个图 啦 那个图怎么来的那个过程画给各位看而已 一般 各位在论文上面的时候会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图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LSTM的这个 然后这样子的sale就重复很多次 重复很多次 然后这边的这个sale的输出就连接到下一个 连接到下一个 这样子 好 那你也可以把这边的这个结果 也可以把这边sale的这个结果也可以直接拉过来 我们刚刚只有你的hidden state还有这个 输入的这个部分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sale state的这个部分也把它拉过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peakhole形式的这个LSTM 因为 因为这个这个的话等于他没有在在在经过你的这个 这边get的这个控制 所以是会有更多的这些资讯可以保留下来 所以等于是偷偷的看到他原来的这些网路 的记忆的这个部分 好那你可以把它叠叠成很多层 叠成很多层 也就是这边的这个输出变成下一层的这个输入 这样叠起来叠成叠 像我们这边就是叠两层 叠两层的部分 好那那你会看到这个搞起来当然很复杂 但是实际我们做起来就就是像这样 这就跟我们刚刚看到这是LSTM的部分 就是写一行就结束 等于这个就取代掉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simple rn 的这个部分 直接把它取代掉就可以 好所以所以很多很复杂的这个部分 其实网路结构都帮你处理掉 所以你不用弄的太复杂的部分 那GRU的部分其实也是 GRU的部分其实也是 就把它换掉就可以 那另外一点我们大概要稍微跟各位提的就是 这种rn 的这个model 像LSTM或GRU的这个model 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 我们的Ultimizer一般会建议会使用这个 Rnspub 这算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 部分 一般我们不太会用像Aden这种 一般会建议使用Rnspub的这个 呃部分 他的训练效果会 呃会比较好一点 啊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些算是一个比较经验性的一个 呃 大家得到的一个结果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跟我们前面的 CN的这个model训练其实差不多了 没有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大概呃整个比较 呃网路结构细部的部分大概就介绍到 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Rnspub的一些应用 啊那这个应用其实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个呃 language model 那个很简单的那个language model的这个部分啊 那这是用112行的python code写出来的 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去这个去下载 好那那用这个的话就就可以套用你把那个Saspia的这个剧本把它丢下去 对下去 你就会得到我们刚在最前面 呃上次上课的时候可以给各位看的那个影片的这个部分啊 你去看他不同的Iteration得到好 一开始他得到的这些都是一些段七八段 你知道他在写什么东西啊 但是 到后面他比较收敛之后 你会看到哎他写的这个 就 还 如果你不仔细看还还 搞不太清楚他在写什么东西啊 好那你也可以为那个 这个这个是直接拿那个Linux的kernel 我已经去让他去写程式哈 好他就会这个装模作样的帮你写出很像的一段程式出来 好那你也可以让他写 这是写论文哈 这他其实就是把一个数学教科书把它丢进去 所以教会就好然后他就产生出像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好那 那你会看到他会产生出一些 有些很有趣哈 比如说那个教科书里面常常会说哎这个证明他觉得太简单就省略掉哈就就没有哈 他也会出现这种东西哈 然后因为他是用那个拉太史哈拉太史哈他那个可以画图哈所以他也可以产生这个图出来哈 然后这个是呃那个 国科会计划哈美国国会计划他把那个 国会计划书 把它 栽要把他丢进去做训练哈他就会产生出计划书的这个 呃这些对应的格式还有个栽要出来哈可以来申请计划哈 之前好像还有人做过一件事情叫电脑产生那个 论文然后还把丢出去做审稿 最后有没有上我有点忘记 那这个是 呃模仿那个欧巴马的那个演讲哈 那欧巴马演讲他可能最前面和最后面其实都还蛮固定的 他就会都会有 类似的这个锯子然后中间这边你可以看哎 这个 这个就是他常用的这个锯子就他就会平平凑凑凑出一个这个锯子出来 那 好那这是他 呃另外产生的一些呃 锯子的这个部分哈那他该加的一些刮号刮会加哈然后会假造一些这种 呃 假的连结啊这个也都会啊所以 好所以这个是针对文字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他可以跟我们的影像做做结合哈 那跟影像做结合的话 等于 是做所谓的 Image的这种caption 也就是给一张这个图好 然后来描述说 简单讲就是看图说故事哈 描述说这个图在讲什么东西 在讲什么东西 好 那 那这个东西其实 等于他的输入的部分是你的这个CNN的这个特征 你的 呃 输入等于就是你的这个影像哈 这个我们在 最前面讲那个 讲那个 model 同名的时候其实有已经有过一个图哈也就是你的影像 经过 CNN的这个model 他会得到一些特征 那这些特征你就位到这个LSTM 或是GRU的这个model里面去 他就会 根据你的这些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 产生出对应的这个文字出来 产生出对应的文字出来 因为我们的CNN model他会把 你这个 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资讯 他其实就会萃取出来 然后他的一些关系也都会有 所以 所以可以可以来做 那这个是 这些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做的还不错 但是他有一些其实也会做的比较奇怪 好像这个 那他可能把这些 呃 毛茸茸的这个部分 误认为是这个猫哈 误认为是猫哈 因为这个跟 猫 应该蛮像的哈 所以但是人就不会认错 我们人如果辨识这个其实不会认错 但是 呃 让电鸟辨识的时候他的AI模型 他在这边辨识可能会有一些出错 好那这个东西 RN的部分也可以用在 我们的自动驾驶上面 好人也算在 好那这个是 我们在前面其实有跟各位讲过的一个 例子啊 这是NVIDIA做的 他其实就是训练 训练 你的这个AI模型来控制那个方向盘 控制方向盘 那我们前面在做的时候 等于是你给一张这个影像 然后你丢到一个这个 这个差不多应该是 5层的compolution加3层的福利康内层 的一个网络 然后来控制这个 方向盘的这个 部分 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 把它当作是一个 sequence的这个资料 当作sequence资料 好 那 那这个就有人在做 这个是 Udesty 他们 里面的一个课程 做了一个东西 那 他里面他有个竞赛 做这个 他的第1名和第3名就是做这个 他等于是 呃 我们看一下 他等于做 他做的做法是 你是 image 图 你的这个 sting angle 也就是你的方向盘的这个 部分但是他是sequence 图sequence的这个 mapping 那也就是说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等于是video 一个video的这个影像 所以是一个3D的 不是一个只是一张的影像 是一个连续的这个影像 然后输出就是你的 预测你的方向盘的 角度 还有你现在的速度 还有这个 力矩 你转的这个部分 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 所以这个的话 这种sequence的资料 事实上 影像像这种video 连续性的影像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很适合拿来当做sequence的这个序列型的这个 资料只是你不能直接拿影像来使用好你要先把影像经过CNN的这个模型 把他里面的一些资料 把他里面的一些资讯把他给萃取出来 把他萃取出来 你在味道这个sequence model里面去 他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预测 好 好那那这个是另外另外一组他也是也是用sequence的这个 部分那只是他这边 他的呃是用川普任您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他先 看你的这个CNN这边 得到的这个特征 他先会 因为他考虑到计算的关系 所以先把他砍到只剩下3000个这个特征 然后再丢到这个 RNN的 应该是丢到LCN的这个模型里面去 去做这个预测 好 那现在这种其实就还蛮 蛮常见的 再给一张这样的影像 那我们影像这边其实 你如果有我们有多个 这个比如说你做这种object detection 然后配合你的attention的 机制的话 那他就会看到说 他的主要的几个重点是落在哪里 比如说这边是狗的这个部分 这边是人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两边 人的这个关系 人是坐在这个椅子上面 等等 那这边对应的这些关系 那就可以透过language的model 把它给model起来 那你就可以做到 描述这个图片 他在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是 会结合这些attention的这个model来做 那 呃这边是我们 刚提到的这个 T度消失或T度爆炸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这个 clipping的这个部分 或是做 normalization 做normalization部分 那那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设好 设你的clipping的这个值好在在哪里 这个是kaos 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pytorch其实也有 呃 类似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 呃lstm里面 他使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主要是以那个hybridic tangent 为主 为主 呃基本上呃这个大概是目前 比较多用的这个 default 的这个部分好但是我们都知道 hybridic tangent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很深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有T度消失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不只是lstm 好那这个我们在前面讲 一般的网路的时候 他本来就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问题 那这个时候呃 有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 relu的这个 呃部分 那这边其实呃 有时候是看看实验的一些结果 那一般 呃因为relu比较 比较没有去限制他的那个值的那个大小 好像做 比较容易会训练的时候容易会会爆炸 会爆炸的这个部分 所以所以 这有时候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小心 啊 好那也有人 尝试尝试尝试使用这种 v4wall内卧可来取代 啊 那安恩 呃他因为等于是可以看到更 远的 资料的这个 距离的这个 呃部分 那这个是是上市Google 提的哈做所谓的webnet 那他变成是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哈 他每一层每一层他会是 呃 距离会 增倍增哈 距离会倍增 所以 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跌很多层的时候 那你的 他所看到的这个范围就会越来越 大 就越来越大哈 所以 这是另外一种 呃有人在尝试 呃用这种方式 用v4wall的方式来取代 啊 那为什么取代安恩哈因为 安的计算有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计算你等于要先算了前面这个sale之后你才能往下算 所以他的计算 的平行程度事实上很低啊平行程度很低 那平行程度很低 那 你就很难用 GPU来做加速啊所以这个会是一个 呃 呃 一般为什么大家在使用GRU或LCM的时候觉得一个最头大的一个 问题哈因为他的平行程度 很低那你很难做加速 很难做加速的话你在很多的应用上面的时候 哎他就没有速算的速度就不够快啊不够快那 那时间上就会卡住就会卡住所以这会是一个问题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那怎么解决这一部分的 这个问题好我们来介绍这个transformer结构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会 分两个部分来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会先跟各位介绍 呃比较 一般性的 transformer 然后后面 我们再来介绍用在Vision的transformer的这个 部分 好 好 那呃 我们最近再稍微再先跟各位讲一下哈那 成former结构大概发展到 他最早 最早是用在这种 呃自然语言处理上面哈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上面 那 大概 呃早期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主要都会是用 lstm或gru 我们刚前面看到的 这两个模型哈 这种sequential sequential的这个模型在做哈 但是stm和gru我们刚有讲过哈 他其实很容易会 t2会消失或爆炸 哈 做的比较大一点他其实就就没办法哈 就没办法 那那训练又 很 不容易平行化哈所以所以这个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 在应用上面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后来他们做了这个transformer之后 他发现这个效果不错哈所以 所以很快这transformer就 就dominate整个NLP的这个 结构 在在整个NLP的应用里面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基本上都是用transformer 好那那大概在 两年前哈两三年前 呃两三年前哎就有人 觉得说哎那transformer在NLP用的很好哈他是不是可以也可以用在这个影像上面哈影像上面 好那结果现在他们也发现哎用在影像上面效果也不错 效果也不错 好那那这样子 大家就发现了一个点 就说我们的这个model哈 我们的model 我们这边一共学到了几个哈 一个是像 Fully Connect 这种NLP的结构 那另外一个是像这种CNN Commolution的这个结构 那基本上NLP或CNN的这种结构他 他都是可以跨不同的应用都可以用的啊 都可以用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universal的这个结构 那最早大家觉得transformer只能用在NLP哈但是发现他用在vision上面也可以用哈 所以慢慢大家也觉得transformer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是一个 universal的一个结构 那也就是这三个结构目前看起来 会是 呃 一统Deep Learning的所有结构的 呃最主要的三个组合啊 会由这三个大概 有 所有的model大概都会是由这几个去组合出来 组合出来 所以 呃 那那我们首先这个部分的来就我们会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为什么呃 要从RNN变成是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的结构他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看到样子 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 然后 然后面的vision的应用的部分就 呃可能就会讲的比较快一点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前面的这个RN的这个 呃做法他有一个这个 缺点啊 也就是 他的整个 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线性的一个 呃 关系啊 所以 比如说你要model这个 这个 这个字 这个我们的主词然后这个动词 然后中间可能隔了一大串的落落长的这个 的锯子啊 好那那你 你要得到这个是单数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关系 那这个事实上要拉的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我们的RN你是一个sale一个接一个sale 所以他的关系事实上是一个line的关系 你要花 花中间就要 跑这么多的这个 看这边隔多久啊 要跑这么长的这个 呃长度他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关系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关系 好那这个其实就就不是 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哈因为通常来讲 你隔了这么远之后 你的这个影响就会很低哈因为他的梯度也都快消失都不见 好所以 所以最主要的影响都会是最靠近他的 的这个字的这个部分是影响是 呃最大的这个 部分 好那 所以 所以这个呃 部分就会到就会是因为你的这个 比较长的这个 距离的这个dependency的部分事实上你是没有没有办法 呃透过这样子一个linear的一个方式可以可以很有效的 呃得到这个东西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个计算他很 平行化的程度是很低哈因为你要 就先算了这一个然后你才能算下一个好那这样子你要算很大的datasets 的时候你要花的时间就会很很久哈 花的时间很久哈 好那 那你不用这样子一个 算法哈那你可以用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种 呃webnet的这个 呃做法来来做哈 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有个问题因为你能够看到的问题 还是比较有限哈即使你可以跨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哈他还是没有办法跨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呃距离哈所以 呃 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model非常非常远距离的这个 呃 关系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如果你不用这种呃recurrent的这个方式的话哈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考虑用所谓的 attention啊attention 好那所谓的attention就是 的概念就是说 呃 我的这一点 跟其他的点哈 彼此之间的这个 关联度 到底是多少啊 到底有多少的关联度 那那我可以每 每一个点 我这里的 所有的这个值哈都去跟我的这个 都去算哈然后每一个都去算哈那如果 呃 像你的fulyconnect有点做起来有点像fulyconnect一样 那如果你每一点每一点都去算的话那 那他的这个关系就 不会受限于你的这个 呃距离的这个部分哈那所有的这个 呃 计算哈 都是距离都是 concent啊 都是concent啊 因为我们是每一点跟每一点都会直接去算哈直接去算他的这个 呃 关系的这个 部分哈所以这个 就是他们后来为什么转成用这种attention的这个 呃方式来来做 好 所以呃 这样子的话 那 你的这个呃资讯就比较可以 保留下了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呃 他们来做这个septention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动画 好那这个动画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哈 各位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看不太懂这个东西是什么 好那这里面最主要他要做几 几件事情哈他要算这个attention 算这个attention的这个 机制 好 那首先你你的这个呃 输入的这个部分啊 这边输入的这个部分哈因为他是做septention 所以 呃他会先算 他的 key和这个value的这个 呃部分啊 key和value的部分啊 然后这边等于 呃会得到一个 一个scope哈 得到一个分数 然后这个分数 他再来 用这个 q的 q的这个部分啊 q的这个部分 跟这边做做相乘啊 做相乘 然后得到这个 呃结果然后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些输入的话我们再把它全部都把它给加起来啊 好那这个图我们等一下做到后面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好那这边我们就先 先留给各位呃看一下 好那那这边算attention的时候我们主要有分三个 三个步骤啊 三个步骤 首先他要先算这个qkv哈 所谓的qkv哈 value的这个 呃部分啊 好然后接下来好接下来就算他的相似度啊 相似度的部分啊也就是 啊我们刚刚看到的 哎刚前面那边看到子好 好那那这边的相似度的这个部分好通常我们会做一下用somex把它做一个normalization 然后来到0到1之间好 好然后再把这个得到的这个分数的这个值再套回到我们的value去啊 套回到value去啊然后 你所有的这个再把它给加起来 那那因为我们现在在 呃NLP或者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vision transformer的这个 呃部分哈 那他的这个key和value key和value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 好所以 然后你的qkv的这个部分都是来自于相同的输入 相同的输入部分所以这个叫做 sevtention 好那这边我们先给各位 介绍一下他这个是怎么做 一个 计算 那首先就是你的这个 输入啊这边是你的输入的这个部分 好 每一个输入会跟你的weight 做相乘会得到这个 然后这边 这个跟 呃这个跟这个 乘出来之后会得到这个 然后另外你的输入跟这个相乘 然后会得到这个这个输入跟这个相乘会得到这个 好 那这边得到的这个 值 分别就是你的 curie key和value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qkv的这个 呃部分 qkv部分 那 那我们的这个输入的部分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文字的话 那文字我们不能直接做运算 所以你要先把它转成 数字 那这边就会用embedding的这个方法 把它 转成这个 呃一点串的这个数字 再跟你的这些weight做相乘 好 知道这个相乘 好 那 那相乘出来啊 相乘出来之后 你得到qkv之后 接下来啊 你每一个q curie的这个部分就会跟每一个key做相乘 做相乘 那这边做相乘等于就是 就是在看他的 相似程度啊 也就是 你现在的q 跟你的k 还有这个q跟你现在的这个k 相似程度有多少啊 相似程度有多少 那越像的话代表他 呃我们接下来要算的这个attention的这个值 就会越越大 就会越大部分 好那这边算出来的这个值呢 然后我们 稍微把它做一个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之后再 经过sopmax 就会得到一个 呃数值啊 一个分数 一个分数 所以 所以值比较大的这个部分啊 值比较大的部分 他这边的 值就会就会比较大啊 他的attention的值比较大啊 那我们就觉得他跟 这个 k1这个位置的事实上是比较接近啊 所以他的分数会会比较高 好 好那那我们得到了这个sopmax的这个值 这个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 呃 这个值有点像我们前面做的那个 这个 做那个snet的时候啊 我们会做所谓的channel attention 好channel attention 好那 所以呃 前面的这一大半部分啊 前面大概这一大半部分他其实就在算那个attention的这个 值的部分啊也就是 但是我们在前面讲那个snet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这个feature feature特征的这个值呢 你会经过 两层的fulyconnet 先经过global averagefuly 然后再经过两层fulyconnet 然后再接到skemoid 算出0到1的数值跟这边做相成 好那 那我们这边你得到经过skemoid之后的这个值 事实上等于就是类似像这个部分啊 这个部分 好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就是 你的我们要做的一个scaling的这个factor 好那我们这个scaling的factor再跟你的 呃value的这个值啊 做相成啊 做相成 好那这个做相成就有点类似像这边做做相成的这个感觉啊 等于给你的这些输入啊你的这些 value的值给他一个waiting 好然后我们再把所有的这个waiting呢再把它给加起来啊 把v1和v2的值都把它加起来 好 这样子 好所以所以这个是呃整个的这个 呃计算啊 self-tension的计算啊就是输入的部分我们先经过embedding乘上这个wait啊 q的这个部分得到我们的q的matrix啊然后同样你乘上k的就会得到k的这个 而矩正啊 然后这边这个几个得到之后啊得到之后 那那这个这个转换啊 这个转换其实如果你把它看的比较简单一点其实就跟我们前面做那个channel attention是一样啊 等于就是经过一个 类似像经过一个福利康内成一样啊先把它做一个 转换 做一个转换 好那做一个转换之后啊 然后我们就要看他的相似程度啊所以我们的q跟k叫 相乘啊这边要算相似程度 然后做一个normalization 做个normalization 那这边 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再经过sommage 这边就是等于我们 channel attention那边看到的那个scaling factor 那scaling factor我们再跟你的value的值做相乘 那基本上不是直接作用在输入 不是直接的 都等于是先把你的输入的值都把它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转换这样子 好然后得到你的这个分数 这个部分 好所以呃 那 那这个 你 可以有很多个好可以有很多个好所以他展开来就会变成像 像这样变成是一个矩阵的这个 而形式好这样子我们会有很多个输入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 展开好 好所以这个是 呃 subtension的这个 呃 计算的这个 部分好那 好有没有问题 那这边为什么叫做 那这边为什么叫做 找找一笔资料的时候啊 找一笔资料的时候 你 比如说你在做那个网络搜寻你给他一个这个关键字 你给他一个这个 给他一个字然后叫他去搜寻 好那Google怎么做搜寻好那就是把你你你你输进去的这个字呢 跟他的这个关键词啊 他目前手边有的这个关键字去做比对然后看哪一个比较像啊 好那比较像的他就会把它抽出来啊抽出来来 来使用啊来使用好所以所以呃 所以你你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哈 你输进去的那个 呃 打到Google搜寻的那个关键词就是这个cure 就是这个cure 好那那这个key呢就是 这个Google本身已经有的 关键词的这个部分哈 所以你这两边就会去比较 哪一个会比较像 还比较像那比较像的部分那当然就是 他就有就有找到 哈就有找到哈所以所以呃那那当然关键词的部分不会是 他最终的这个结果哈那他可能是指到某一个文章去哈所以你要再把那个文章把它 对你的文章再把它抓出来哈这个value的部分把它抓出来 好所以所以这个qkv的这个 呃目的事实上是从从这个方向 呃从这种database的这个呃应用这边过来的这个部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那这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会是经过这些矩阵哈 稍微再做 做一个处理哈 做一个处理那这边矩阵都是一个 呃 矩阵的运算哈 Message的计算 好 啊这边下面是几个 动画的图给各位看一下哈所以 你的输入的这个 部分哈输入的部分哈 那我们会先先经过一个 Matrix哈 Matrix我们得到我们的qkv 好 就是你乘上不同的这个qkv的这个矩阵好得到这个 好 然后 接下来就是每一个q qkv 就会乘上其他的 每一个输入的k的这个部分哈 我们就是比对 你这个输入跟 其他的 输入之间的 相似程度是怎么样啊 好这边就是在做这个 比对哈 算这个attention 对每个都去算哈 每个都去算 那那这个部分 呃我们写起来的话如果写成 呃 比较 矩阵形式的话他这边就是做一个内计哈 然后最后我们再做 一个nomization 除上一个根号D哈 第一是你的这个 qk的这个dimension 这个大小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 最后我们再把 这边的这个值哈 这边的这个值在 每一个都去做哈 每个都去做哈 好再经过一个somex 再经过somex 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些得到的这个部分哈 再把这个value的值哈 跟你们刚刚得到的那一个 tomas的这个部分两边做相乘哈 两边做相乘 然后乘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再全部都把它加起来 我都把它加起来 好然后又得到了我们的这个输出 得到我们的输出 好 那那这个的话 我们刚刚是针对q1哈 好那你一样可以针对q2的部分可以算出另外一组 的输出b2的这个部分哈 那同样的做法 可以重复 每一个都给他重复一次 好那 那你就会得到 每一个 每一个输入跟每一个输入之间 彼此的关联性是怎么样 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是怎么样 好 那那这样子的话你会看到说 哎这样子我们在算这个呃 前面的这个b1的时候跟b2这边哈 两边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关系哈 两边是可以同时计算我的b1和b2是可以 同时计算哈 不会说我要先算出b1才能够得到b2 两边是没有关系的可以同时去做计算哈 好所以 所以呃 这种呃 self tension layer哈他就有一个好处 就 这些所有的这个输出的这个部分哈是可以同时 并行计算哈就没有像我们前面的这种 RN的这个 呃问题哈你要先算了前面一个sale才能够算后面的这个sale 但是他可以达到我们前面 呃RN想要的这个 目的哈也就是 我要知道我彼此之间的 关系哈比较过去的时间关系那就是 呃比较过去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输入的这个部分哈那 那因为我都可以同时做计算所以我也知道 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所以 所以这样子他其实也可以达到我们 客人想要做到的这个 记忆 比较长期记忆的这个部分哈他就看到更远的 呃 资讯就就可以 他啊所以呃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sale 就可以变成是我们做NLP的这种的 呃基本的这个结构哈 啊那你这边输入就是给他 你的自然语言的这些文字 的部分位进去哈那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个输出的这个部分 啊所以这是他的整个 呃基本结构哈就会变这样 这就是一个self tension的这个类 啊那一个呃标准的self tension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就是做这种QKV的这个计算然后再 呃得到 经过summax之后 再乘起来好那再把它加起来 这样 啊有没有问题 这个tension的计算就是 算就是这这一页的图了 啊 这一页的图 好 那这样呃 各位再回过头看我们这一页的图应该就比较了解 好 这一页就是把我们刚讲的这个self tension的这个部分 的整个步骤哈整个步骤用这样子的一个 呃动画的方式来得到 好所以 你的每一个输入啊 因为我们是做self tension 做tension好所以 所以你要比对的 部分 的key和value还有curial的值都是根据你的输入得来的 全部都是根据你的输入的 好所以 所以这边我没有没有画那个乘上位置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会先得到你的 QKV的这几个数值 好所以你会先算你的这个 呃 Q和K的这个部分我们算这个相似程度好然后这个Q也会跟另外这边的K去 去做这个计算都会去算这个相似程度啊得到一个分数 好那这个相似程度的分数我们会 呃根据相似程度的这个分数我们会决定说你这一个 这个value的值是不是 我们要的啊 我们就把它乘起来啊 把它乘起来 然后最后再把这边所有的结果再把它给加起来就得到我们的输出 好这样 这样 有没有问题 这是self-tension的这个部分 好那但是这样子的结构好这样子结构直接拿来用的话其实还是有问题 你不能直接拿self-tension的结构这样子来用好因为 这样子丢进去的话 他其实不知道你的输入的顺序是什么 输入顺序是什么 好但是呃 输入的顺序对 我们你要产生出结果来讲事实上是 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 所以呃你没有办法说直接 就把self-tension就直接 拿来取代掉我们原来的这个lstn的这个layer的这个 呃 部分好好所以 呃 那我们 怎么看哈 他里面大概会遇到几个这个问题 第一个他不知道你的这个输入顺序的这个部分 所以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把你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顺序 输入的顺序 我们要先把他做一个编码啊把他编进去 把他编进去那 送到我们的这个QKV里面 QKV里面那 那他就会知道说哎你的这个顺序是怎么一回事 顺序怎么一回事 好那这个部分的 做法啊 这部分做法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是 这个vpeer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原来的这个 输入的这个 得到的这个QKV里面的部分啊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你目前的这个 位置资讯把它加上去啊 那你为什么呃各位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用加的这个位置资讯跟 你原来的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应该是用加的哈 但是他们是数学上面证明哎你用加的跟用成的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所以 所以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就用加的 呃方式 用concade 呃用concade方式跟加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所以后来大家都是 基本上都是直接用加的哈把这个 把它加上去就就可以好 好那那这个呃 输入的 顺序要要怎么怎么样子encoding哈 那对NLP而言他们用的是这种sign solid的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p是长成这样 图画起来就这样 是这样子的一个sign的这个 呃 呃坡型哈 好那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哈这个这不是一个可以学的哈 这不是学出来的这个 呃部分好那那sign的坡型有有个好处好因为他 他他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好是周期性好所以 所以呃 你 要做更长的长度对他来讲也不是问题他反正就是周期性一直延伸下去就 就可以好 所以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部分哈这个位置资讯的部分他变成加上这个位置资讯的这个编码他给 加上去就就可以好 那另外我们刚看到的那个self tension如果你直接叠在一起的话 我们原来的那个self tension的那个计算等于几个就是几个QKV的矩阵相乘哈本身来讲就是几个QKV矩阵相乘 那QKV矩阵相乘你如果把它叠很多层啊 直接叠起来的话他还是一堆矩阵相乘相加的这个东西哈 那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非线性在里面 那如果你没有非线性在里面的话那这些计算都是一个线性的计算你全部都可以 把它 又 还原成只有一层哈所以所以你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多层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对Deep Lending来讲你一定要加上一些非线性的东西在 在里面好 那那我们要加什么样子的非线性在 在里面呢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我就加上一层的 Feed Forward Network 也就是我的self tension 两层self tension中间呢我加上一个 NLP Feed Forward Network 那这个Feed Forward Network 你可以用 任何一种都可以 像你用CNN啊 NLP 一乘一啊 都算是Feed Forward Network 都算Feed Forward Network 那一般来讲这个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就是用NLP 或者是一乘一 这样子的一个网路去 去做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般最常看到的这个 部分 那那这边就会有这个 非线性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导入非线性在 在这个 计算里面 那这样你再叠很多层的self tension的时候 他就有这些非线性学习的这个效果的部分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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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